今天来的呀 一个是SG的首席技术官 一个是运营部总监 让我一个没有任何职位的 小兵的男孩 你说这算什么事啊 做机单练经验也是好的 职场的核心铁律是晋升 没有晋升就没有积累 做再多事情 也都是原地踏步 这是私人通话 请你尊重别人的隐私 你想要隐私 那我建议你以后 不要在公开场合 打视频电话 不在自己身上找问题 什么事都先怪别人 也许这才是你 一直无法晋升的原因吧 你是 男朋友还是老公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管好你自己的事吧 不要偷看别人手机 没礼貌 许总 许总 好 许总 SG的许总 许总 许总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来晚了 来晚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呀 上茶 小兵 上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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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会以后啊 就去旁边的餐厅吃 这家餐厅特别好吃 我认识那个老板 是特色菜 它是一个柬埔寨的菜 夏妍 你 你 你看什么呀你这是 许总 我忘了介绍吧 那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夏妍 不用介绍了 我们见过面 许总 你好 都是误会啊 希望您别介意 时间不早了 赶紧开始吧 赶紧开始 好 爱瑜伽就是这样一款 针对都市女性用户 及功能性和社交性 于一体的 瑜伽练习手机软件 说得好 说得好 太好了 许总 您这边还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尽力解答 按照这个速度一直稳定增长下去的话 什么时候能到百万级 什么时候能到千万级 你是有做过特别的调研 还是凭着你自以为是的判断 大概 今天 这不是一个疑问权 许总 根据以往经验的 夏小姐知不知道现在市场上 和你们爱瑜伽定位相似 量级相当的应用户有多少 我所知道的竞争对手 有天天瑜伽 优该后母 所以夏小姐 你们的项目里 有什么专利性技术 是别的团队无法掌握的 没错 关我们的竞争对手 就瑜伽类的 就不止两三个 还不包括减肥操 舞蹈 普拉提 当然还有一些综合类的健身APP 我想把爱瑜伽整合到SG秀我的平台上 是许总您下一步的规划吧 可是 我为什么非得选你们呢 比起其他瑜伽类的APP 我们做的最好的 正是平台与用户之间的交互 所以我们更适合秀我 许总 我想这正是您今天 坐在这里的原因吧 双眼 夏小姐这番言辞的确还有感染力 毕竟这生意场上门 最终还是要靠产品做法 许总 你再考虑一下 艾瑜伽虽然仍有瑕疵 但尚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从今天起 项目交接 就由夏小姐和我们运营部薛总监负责 早啊大家 你这蓝衬衫很好看吧 大家听说了没有啊 一会儿孙总重要消息要宣布 什么消息啊 大清朝召集我们来开全体会 和夏严有关 夏严 你忘了之前孙总不就说吗 和SG的这个案子谈下来 就生理做总监 我可听人事部的同事们说了啊 工牌都已经做好了 来了来了来了 好好的 好好的 大家早啊 今天叫大家开个会 我们这个运营部的总监 一直空缺了很久 都没有找到最好的人选 因为大家也知道 运营部对于我们公司来说 那是核心 重中之重 我相信 这位新的总监一定 不会让我们失望 没错没错 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这位新的总监 乔思思乔总监 有请有请 有请有请 真的是 你看我太激动了 我太激动了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乔总监啊 毕业于伦敦商学院 海归硕士 之前啊在一家五百强的企业 做营销总监 大家也知道 我们公司 最近就要转型拓展金融科技业 我相信 思思 乔总监 在这个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那是相当地丰富 我们要多向她学习 夏妍 你说这老孙也太不厚道了 艾余佳是你熬夜加班做出来的 卖给SG 也是你连续加班一个多星期做出来的方案 这刚一卖出去 就立马拉一人进来享受胜利的果实 这太过分了 我跟你说啊 这个乔思思啊 他是孙总的小情人 你可别瞎说 我亲眼壮见的 他俩在办公室 来 我偷偷轮了音频 我给你听啊 我给你找 算了 你让我休息一会儿啊 我自己待会儿 那我帮你